北京微博3比1战胜涛博好许七连胜 本赛季至今未尝一败 能够阻拦他们前进的或许只有A技了 这次对阵涛博也是吴焕又一次和自己的偶像子墨对决 状元吴焕在子墨面前略显稚嫩 这场比赛也是被狠狠上了一课 第一局吴焕还有一波线上单杀子墨的操作 当时给人一种眼前一亮的感觉 我还在想着这场比赛会不会是吴焕的正名之战 而且第二局前期涛博一度拿到了优势 可是中期开始涛博就一直在掉点 吴焕带线被抓也给了微博一丝喘息的机会 抓完了吴焕之后紧接着子墨抓住机会 打了一波木色的掉点 完全打出了达摩这个英雄该有的画面感 完了涛博怎么在掉点呀 这不是掉点这是子墨记不住的 中期的龙团又是子墨的达摩率先开团 踢到了老夫子后狂铁 微博先手击杀老夫子之后 子墨又跟着星宇冲锋 涛博根本没有人能限制这个达摩 相对于子墨的表现来说 吴焕就要逊色不少 他的狂铁整局比赛几乎没有威胁到孙上香 一直都是靠着不然的药在切后 第三局前期涛博也没有劣势 但吴焕一个经济很高的技巧满 始终都切不到后翼 这就很离谱 如果这个阵容是A气打的 渲染绝对不会让乔西有这么舒服的发育环境 22分钟又是木色掉点 子墨趁着吴焕去清上路线的时候果断开团 即便是木色有金身也无济于事 而等到吴焕赶到正面时已经来不及了 拿到风暴龙之后 子墨甚至都敢贴在脸上一打四了 没了没了 子墨太难了 这就要打一打 卧槽子墨你在干什么 你不要再打了 子墨你今天要毁了涛博吗 已经毁了一把了 还要毁一把呀 第四局前期依旧是涛博的优势 不然的赵云节奏很好 但是11分半的团阵打完 涛博也又一次被翻了 子墨的关羽这一局依旧给涛博的后排造成了很大的威胁 在其他四个队友打龙时 关羽牵制了涛博所有人的注意力 冰甲换复活甲极限逃生 完全展现了自己的操作 虽然微博赢的几局比赛都是翻盘拿下 但这也体现了他们的任性 吴幻在子墨面前还是差了点意思 但不然的表现可以说是问心无愧 TTG看了这比赛得后悔死了 目前的微博七连胜势头正胜 或许只有AG超完会有机会阻拦他们前进的脚步了 耶稣